CH4管SD运輸直升機 一降落扮演攻擊軍的特戰官兵 立刻蜂擁而出 突襲我方重要設施 陸軍裝甲第564旅 連兵三銀立刻發起反擊 弟兄們在汗馬車上 對著敵軍裝甲部隊 發射拖式飛彈 隱身在高處的狙擊手 更是一槍斃命 擊殺敵軍指揮官 H1W演技蛇攻擊直升機 從空中火力支援 CM21戰車和雲爆甲車 在夜幕後現身以優勢火力 掃蕩敵軍參與部隊 在反空機場部分 通常我們都設定一個 連擊大小的兵力實施 國軍一百十二年 春節加強戰備操演 陸軍演練反即將作戰 連兵營接裝的國造新型 懸役型無人機再次亮相 今年已經接裝二十八架 最高飛行高度一千五百公尺 作戰範圍三十公里 可以滯空一個小時 在戰場監證的部分 可以提前在數十公里以外 掌握最新的狀況 先去被考照民航局的相關證書 那再經過這個軍隊的學校 再做复訓 達到他守守的程度 才可以擔任UAB的操作手 受訓期間 大概是兩週的時間 兩年复訓一次 新型無人機投入訓練 不只增進陸軍的戰場 即時增收能量 也加強連兵營的獨立作戰能力 陸軍裝甲第五六四旅 連兵三營的弟兄們 發揮強大火力 殲滅敵軍 展現陸軍官兵 保家衛國的決心和能力 以上是華視新聞記者 尹志剛 陳之學 在高雄的採訪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品軒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嗎 一定要趕快打開 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